是 湛总长 我已经去找人事部的慈总监 跟他提出了申请 就想要逃跑 我已经同意你休假几天了 你就想出一个 这么没有含金量的 一个解决办法 刚才我市区早区总监向他提出 提早结束休假的申请 他也已经同意了 所以我是来告诉你一声 我今天就会回来上班 我们要逃跑 你没事吧 小心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继续说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 你说的话就有道理 与其被别人误会 不如拿事实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你想要怎么证明呢 既然是因为那一封 从我邮箱里泄密出去的信件 导致了陈宇掉了一个大单子 那我就尽全力去弥补 重新跟易中签约 温总出回啊 高总 那你们先忙 来吧 没事吧 昨儿喝这么多 多谢你陪我 兄弟 客气什么呀 对了 温暖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你刚才都听到了 现在易中跟代中签约 这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温暖想要扳回这一局 我感觉比登天还难 你知道这一次温暖 他遭受了这么大的困境 他不但没有想要退缩 也没有把自己置身置外 而是想到另外一个办法 去为自己证明 这就证明我的判断没有做法 发邮件的那个人不可能是他 那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暖是清白的 为什么不表明你的立场 你知道有些人啊 你扶着他走 不如给他一个拐棍 这样让他慢慢地自己站起来 让他以后才能走得更稳 那行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 对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件事情 上心到这种程度 对了 小乌龟是谁啊 昨晚给你打电话来着 就是卖小乌龟的 卖小乌龟的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 可能大半夜播错了 播错了 你是不是上班很闲啊 我很忙的呀 我是过来关心你一下 怎么样 好好工作 就是对我最好的关系了 你这人呢就是过河拆桥 我走了 拜拜 看来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让你压力很大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这人呢 好久不见 我来不见 我开心 好久不见 你这人呢 我来不见 你这人呢 我来不见 好 温特仲 湛总 帮我们上次合作的那家 雌星公司的资料 帮我找进去 马上 你好的资料 多谢 对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欣赏这家公司呢 是因为他们永远都可以抓住重点 对于我们这种高科技公司来讲 市场的竞争环境这么地严峻 我们想要逆势崛起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 产品 产品 关总 不好意思 我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我们先走 关总 怎么了 我这里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想要请教你 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 你知道这些技术问题对于女孩子来说 就像甲骨温一样的 你确定你弄得明白 我已经先做了一些功课了 这些部分其实我已经弄清楚了 只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不太明白 原来是做狗功课了 那这样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跟他们交代一下工作 我跟他们交代一下工作 我们找个地方吧 谢谢 走吧 好 晓得 你有没有觉得我发明的 这个鞋子很像乌佛的鞋子 来 来 来 喂 喂 小璐 出来喝点酒啊 我这合同都已经签了 咱们得庆祝庆祝啊 我张晨正忙着呢 过两天吧 过几天干吗呀 我忘了 绯闻小女朋友是吧 行了 行了 你陪她吧 过两天 她狠宰你一顿 说定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啊 地方你随便订吧 听过来了 拜拜 拜拜 好 潘总 你好 坐吧 走 找我什么事啊 潘总 首先 要对这次泄密的事件 向您道歉 虽然那个邮件不是我发的 但是我 没有什么大事啊 我只在乎结果 我不关心什么过程 不管是谁写得密 我和钱宇的合作 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 如果温小姐 你今天还想就这件事 跟我做什么解释的话 我看一点地方 潘总 身影场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相信 以潘总的眼光还有心胸 绝对知道什么是 对益众最好的选择 那看来 温小姐是有什么选择 让我考虑 这里是最新的合作策划案 请潘总过目 若潘总看了 仍旧不满意 我绝对不会再耽误你一分钟 自大 不代表自信的人 我相信你们不会失望的 我可以救我 我可以救我 这么多的 一句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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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爪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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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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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看